寶貝 天安 寶貝 我們現在就買你 用這個 賣 要賣 沒有 閃 閃 比較不像 眼 阿 你 就說 要 什麼 要 還要 什麼 要 我們來送 一遍好了 謝謝 好 OK 來 來 喔 這些 全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現在阿嬤就是那個要吃一次還是扳又一起來 好啊 到你的餐了 有嗎 量省者安芝是我們的責任 台東聖母醫院長期在部落服務長輩 月家看到照顧需求的刻不容緩 2013年 醫院開辦長輩日間照顧中心 已培育出許多優秀的照顧人員 2017年 醫院打造高齡友善綠色照顧園區 提供長輩增能 清靜大自然 平衡身心靈 充實健康生活的樂趣 台東目前缺少24小時失智症照顧機構 醫院將發揮以往的經驗 為台東長輩興建樂志幸福家園 所謂人機幾機 人膩幾膩 聖母團隊的建築師張榮年 環境設計師蔡奇順 因此家長輩的照顧經驗 更加細緻地考量到園區的全面性需求 有這樣一個園區 實在是會拯救一個家庭 這樣的話 對我們這個社會來講 有很大的一個貢獻 因為我本身我媽 她本身就會 會躁動 會這樣子一直要想外面走 或者是說拿著椅子要放牆出去 所以說這個市周圍的話 沒有把它做一些家常性的一個安全圍禮的話 讓老人家也是帶有一種風險性 從堆滿舊器械的環境中 拆卸 移除 清空 舊建築將翻轉出新的生命 這是經由聖母團隊與志工夥伴的用心 才得以達成的創舉 啟用後的樂志幸福家園 包含了樂志健康狐利站 日照及喘息服務中心 師志團體家屋 而高齡友善綠色照護園區 亦隨時提供全設施服務 許多人都告訴我們說 你最好別傻了 不要去選這麼難的事情來進行 可是我們就看到有這麼多的需要 那看到需要就伸手 盡我們最大的力量去學習 那當然我們有這麼長久 二三十年的長照的經驗 可以做一些轉換 把我們最以人為中心 以愛為出發點這樣的一個精神 來進行照顧 這些老寶貝 就是我們最愛的 謝謝你們 感谢观看